这一场的部分 晚间呢就有很多的大批信徒 放着这一个佛金 还有拉着布条到现场去接机 阵仗是相当的庞大 但是呢当着达赖通关之后 前往高铁站 确实遭到了上百名 中华统一促进会的成员来呛声 场面是一度的混乱 而最后达赖是在层层的借户之下 搭上了高铁前往南部 这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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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隔了十年再度来台 达赖在30号晚间10点55分 抵台上千名信徒接机 阵仗相当庞大 两边都是满满的人潮 达赖高举双手向大家致意 让信徒的情绪相当激动 不过离开机场达赖在桃园青浦站 准备搭高铁时 却遭到中华统一促进会的抗议 场面差点失控 抗议民众一路跟随场外 还有人举起抗议的铺条 在混乱中达赖的表情 稍显惊痛 搭配民众层层包围 连高雄市长陈菊一度都因为太过拥挤 差点跌倒 达赖十年后再度来台 有人接机 有人抗议 国安规格滴水不漏 就是希望五天的行程能够顺利进行 真顺台北综合报道